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们的福奇社到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一天780期的节目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RT01的CESAR凯萨 这是一个黑猩猩的形态 它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名字一定是致敬到了决战星球里头 那个CESAR 那么它其实是变形金刚的 这个Atmos Primer的一个第三方产品 它是一个小比例的玩具 究竟它有多小呢 这个是一个 不要太靠近它 这个还是不要从后面靠近 我们是变对面吧 这个是官方一个核心级的玩具 那么同样是星星的话呢 官方前一阵子有推出一个 可以变形成武器啊 第七级的相关系列的玩具 布鲁克基姆推出了不可变形的Atmos Primer 那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玩具的体型呢 是非常的小的 小归小啊 它是重量还是有点沉的 身上是有一些金属部件 而这款玩具最大的缺点吧 只能说它是完全就是一个缝 这个趴下来的啊 你要让它站起来的话呢 腿的话呢 绝对是穿帮的 而且基本上呢 它的后方呢 这里有两个锁扣 是要扣在大腿上面的 你应该让它站起来的话呢 人物的造型就算破坏掉了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由于这个没有办法站起来 所以这个锤胸这个动作的话呢 我们就只能够啊 可以做个意思做一下就好了啊 那面雕做的不错啊 是一个愤怒的表情 眼睛的金属栏非常漂亮的啊 手臂的关节的话呢 可以往这边再多搓一点啊 所以它这个人物在往前面 这锤地的时候呢 是可以尽量的 让身体再往前面多趴一点点 那其实兽型下的可动是非常有限的 头呢 虽然可以动 但它其实后面有一个造型 是要卡住这里的啊 所以它基本上呢 头也不算有可动啊 那脚趾头也只能够前后动一点点 所以说兽型态呢 基本上是一个摆放为主了啊 那我们会看到后面啊 其实它身上的兽型态下的话 你要说它的毛发 你只能说有些波浪的一个条纹 称不上是有一个毛发的形态 变形的过程的话呢 第一个步骤呢 把这个地方给挑开 这里旋转上去 两腿的话呢 自然放下来打直就好了 然后呢 一定要做一个这个翻转 这个啊 这个动作转出来 就有那个动画片的感觉了 对不对 脚掌的话呢 前后做一个对调之后啊 就是后面的脚子都翻上去 手臂的话呢 完全没有参与到变形啊 直接啊 星星形态跟这个机器人形态是共用的啊 共用的 我们只需要把它转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就行了 再来的话呢 它的这个其他的变形呢 跟Kingdom系列的话呢 可以说是几乎都是一样吧 话说回来了啊 也几乎这个Atomus Primal的这个系列的玩具呢 变形大概也都是这个样子 后面这地方给推开 这个内外的头部呢 做一个旋转啊 记得啊 这个面部的话呢 给它翻转180度塞进去 然后呢 往前面把它给扣上啊 这一片部件就直接放在后面就行了 然后呢 这个先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啊 它的里头的话呢 它是有两门肩炮的黑黑的啊 不容易看清楚啊 我们先把肩炮 直接把肩炮给翻出来好了啊 再把它给扣上去 这样子啊 那胸口的话呢 就是一样 有一个内外的一个翻折翻出来 好了 手臂的话呢 自然调整到一个位置 啊 它的这个肩膀 应该是要两侧 应该是要立起来 OK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 你有没有感觉到 其实我在变的时候 我有点用力 对 它的胳膊的这个 二头肌的旋转 还有手肘的这个关节 都非常的紧 所以我在推的时候呢 是非常非常需要用力的啊 那这个身上的金属部件的话呢 是有的 各位看到这个 后面非常结实的一个造型啊 那一体性也非常的好啊 直接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甩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它的面部的话呢 其实它有附带 我拿到这一款的话 一共有三张的替换脸 包括口罩脸 一共有三张 但是我真的看不出来 你这个表情 互相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啊 可能做得太小了吧 我真的是看不出来 有什么不同啊 那么另外的配件的话呢 有一个战斗的面罩 战斗的面罩呢 直接按上去啊 直接的这样子扣上去啊 这样子就行了啊 那还是卡得住的啦 基本上也不太会掉 那么另外有一把这个流星锤 这个骷髅头的一个锤子 这握在手上的话呢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绝对是握得紧的 那另外就是大家熟悉的一个双刀了啊 双刀的话呢 如果你不拿在手上的话 可以扣在后面这里 扣在后面这个地方 但是我觉得这个孔洞的话呢 好像洞略小吧 扣的时候我觉得需要用一点点的力气 那我们把这个武器也可以拿上去啊 这个是他全副武装之后的一个样子 那可动的话呢 给各位做个展示吧 手臂360度的转动啊 二头肌刚示范过了偏紧手肘可以转动 拳头可以转动 腰身变形的时候有转动过了吧 各位看到了 脚前后左右侧踢没有问题 膝盖可以玩超过90度 脚踝的接地什么都有啊 这个人形的一个可动的话呢 是比这个兽形态呢 已经啊 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等级的了啊 那综合来说呢 这是一款这人形态呢 是做得非常精美 几乎就是以人形为主打的一款消费地玩具 变形的话呢 则是跟Kingdom系列的几乎一样 不过我还是那句话 Atmos Prime的变形也就是这样啊 它有像动画里头的变形 其实才是还原的一个好的变形 那兽形的话呢 就可动比较悲催一点了啊 这个就让大家很画面里头 也可以感受得到了 是个非常精致的小玩具啊 价格呢 真的也不贵啊 我查台湾的这个网拍上 我看了一下台币大概650块钱 这个价格 我认为吧 买到这个水准的话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